大家好,我是Leo 繼上回講到用Functional Drawing 學定了每個空間的功能 流動性和連貫性之後 下一步就可以盡情爆發你的小宇宙了 不是,應該是用創意之呼吸 去創造最適合自己或者客人的空間了 準備好我們就開始了 想像可以天馬行空 但是都要知道是不是可行 同時要怎樣把永續這個要素加進去 又要符合budget和審美 就是考驗經驗和功力了 好像上次講過的這個前院 做完Functional Drawing之後 大概的設計就出來了 在Concept Drawing這個步驟 就是要把功能實體化 好像那個Focal Point應該放什麼好呢? 種一棵Japanese Maple上紅葉好不好呢? 還是種一些竹,好像藍山的竹林 或者放一個石燈籠來增加日本的氣息呢? 還是放一個Shishi Odoshi經錄氣號呢? 坐在前院聽著一些散散的流水聲 當竹筒倒水的時候就聽到清脆的竹筒聲 閉上雙眼就真的好像去了日本的神社那樣 多浪漫啊! 而每一樣你放的東西你都應該要解釋得到 所有東西都有兩面 那個經錄氣是很棒很浪漫 但是就要用水和泵 即是要搏喉和搏電啦 那沒有理由在地面搏喉的嘛 所以就要拆開磚來搏喉和搏電線啦 而要做這兩樣東西就要找一些專業的師傅來搞 有水倒罐和漏電 真是這一輩子都不想見到 但是這樣就會大大增加了預算了 也都比起其他選擇 需要更多Maintenance 所以最後都沒有選擇到 而究竟是選日本紅葉還是竹林深處人家呢 還是人路的石燈籠 就是要看主人家的喜好啦 而無論選哪一樣 我都想著用白色的細石放在下面來增加顏色的反差之餘 再加幾塊石來做枯山水 令到焦點更加可以聚焦 還有就是後面加個細細的竹蘭 用高低來再增加個反差 其實植物的種類通常都是最尾才想的 可以在個圖上寫定大概大中小什麼size 還有哪種類型的植物就可以了 好像想放一棵中型的樂葉樹 還是一些小型的常綠植物 這樣做就算在不同地方或者國家設計 都不會受到不熟悉當地植物而受到阻滯 不過因為一開始就已經決定行日本風 所以圍繞著這個主題來想 就已經有好幾種Signature的植物選擇了 搞定了焦点就可以想想其他地方 下面这个位置之前说太开通要加一些私隐 所以就要选一些适合做尼巴的植物了 同时要对应植物需要的日照时间 这个前院虽然是一路向西 但是除了建筑物会遮着焦了的阳光之外 整个下午都可以照到的 所以都适合一些需要全日照的植物 而冬天因为太阳的轨迹会偏低 照到阳光的时间又会少了 所以选一些全日照至半日照的植物 就有双重的保障了 例如一些常绿的boxwood或者一些yew 除了增加私隐度还可以有winter interest 即是不会落叶冬天还有漂亮的绿色可以看到 又或者一些for Cynthia 春天来到的时候就开满黄色的花 一下子就扫走了winter depression 而我最后选择的是草 在Ontario我觉得草有少少underrated 有时会听到 咦?为什么弄一棵街边的草回来啊? 耐心OS真是抄烈妈的 你吃的米都是草来的 洋啤酒的小麦都是草来的 其实都不知道多珍贵 草除了low maintenance 不需要怎样打理之外 它都有winter interest 就算枯了变了啡色 但冬天有风都会发出声 就好像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 都仍然侯纳不倒在强权中发声那样 而草有很多种 好像日本、韩国有一排很流行的红色波波草农场 都很多人去打卡拍照 而我就要这种 至于中间的位置 就侵着low maintenance这个方向来想 都市人生活繁忙 就算加拿大都不是个个喜欢产草 年轻一族更加喜欢住townhouse condo 多过house 少些东西需要打理 又有管理公司帮忙处理问题 所以本身设计这里是完全没有草地的 中间那条绿色的河流 是贯穿整个庭园 引导你由家里看它的焦点的ground cover 可以选择的例如有青台 日本庭园另一个主要元素就是用青台 视乎青台的品种 都有一些喜欢半干旱的地方 不过这里上面 有一棵大的crab apple树 挡住太阳 所以就变了半日照的地方 而我最后选择的就是sweet wood dove 又不会生得很高 夏天又会开出白色的花仔 令到画面更加有动感 而在这个draft里 左上角这个位置就做了一个石春地 上面放两块飞石 让主人家可以走过去 修剪一棵日本枫树和尼巴植物 剩下右边的地方就打算种不同的植物 在不同月份都可以有不同的颜色 可能你看到右边好像很少植物 那放在地面就很刺 因为我们画图的时候 都不会画植物最大生长的面积 一来是未必有那么大棵 二来就是植物生长都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画75%左右 当然啦 有钱的话买一棵千年股树 回来放都可以 当你很开心 那搞定了第一个draft 就可以交给客人给feedback了 而紧接下来就是一个户有功手的交战 你有你的理由 客人有客人的喜好 怎样可以在这300回合之中得到结果 就是你要记住你不是要赢 你是要双赢 赢了一场交战 输了客人 值得吗 或者客人赢了 输了自己 你都做得不开心 所以要站在客人的位置上考虑 什么设计才最适合他们 如果换了另一个家庭 你设计的东西就未必符合他们生活的要求 是漂亮 但未必最适合 但对于那些无理取楼 盲不讲理 鸡蛋里挑骨头 为什么太阳不由西边升起 那就是多些太阳咯 的客人 我又真是 不过好幸运 我暂时都没遇到 经历完数十轮纯枪舌剑 最后得出来的就是这个 对比起第一个draft的变化 其实都不是很大 多个草地可以滚一下 河流改为用石 ground cover就布满路的附近 改了一条石路的位置 更加符合整个格局 最重要是主人家都很满意 以前学画图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画2D的平面图 不过现在3D的软件越来越普遍 所以这个project我都用了3D来画 让客人可以更容易明白 那这个花园是什么一回事 只是说小小事都好像说了很久 希望可以给你们了解一下 原景设计心路历程 concept drawing之后 其实还要做个master plan 和planting plan 如果有任何建筑物 例如deck pergola 那就要再画些更详细的工程图 用来申请permit用 今集concept drawing就是这么多 如果对对客人的沟通有共鸣 就subscribe 按下那个好像没什么用的钟仔 有什么问题或者感想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我是Leo 我们下回再一绝次红